機車與轎車在路口碰撞 騎士與後座女乘客 兩人摔車滑行到路間 撞車當下接近中午十二點 柏佑路面上高溫滾燙 路過民眾看見躺在地上的女性傷患 甩了甩手裡的這塊布 趕緊先蓋在她身上 如果騎士帶著寶特瓶 只見她這裡倒一些 那邊再倒一些 在傷患身體兩側的路面上 正在倒水降溫 但做了這些還不夠 更有民眾拿來陽散撐開 幫傷患擋住烈日陽光 眾人合力救援的現場 就在彰化市太平街與民生路口 十九號中午十一點多 機車與轎車在路口碰撞 所幸機車騎士與後方女乘客 只有手腳擦傷 車禍發生後民眾用蓋的灑的遮的 透過各式各樣的道具 聯手保護受傷的女性傷患 3D新聞許說的黃莉亞彰化採訪報導 3D新聞許說的黃莉亞彰化採訪報導